哈囉大家 今天要來跟大家開箱了 然後今天要開箱的東西 依然是在2021年HARIO大轟炸裡面的一些東西 那當然他不是配套這樣子販售的 只是我剛好把那個可以配成一組的主題 拿過來一起開箱 那其實今天開箱的重點是只有其中一個 那其他另外一個呢 算是配角吧 一部影片裡面當然要有主角跟配角 像我就是萬年的影片裡面的配角嘛 因為大家其實也只是想要看影片裡面 我喝到什麼難喝的東西 然後用到什麼地雷的器材這樣而已 所以其實我算是這個頻道裡面核心的一個配角 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提名一個YouTuber的一個萬年配角的角色 應該不會有我啦 那我們就不要再廢話了 因為每次都被大家嫌那個影片太長 我們今天就把所有的器材都拿過來 好今天要來跟大家開箱的是這兩盒 那這兩盒其實基本上他就可以組成一個從零到有的手沖的組合 好那今天的其實這個是主角啦 我就先開主角好了 跟人家的操作不一樣 今天這個是一個新款的手沖壺 那一樣是由我們的日本監製大師破古澤先生所監製的一個Hario新品 那這個手沖壺呢直接打開喔 他跟其他的東西比較不一樣的是 他的握把的角度不一樣 應該有一些人已經看過了 因為這個東西發表的資訊其實蠻多了 我們先拿出來然後說明書我看一下 不重要 這個是教你怎麼操作那個弧蓋 這一次的弧蓋使用有點跟之前不太一樣 好接下來盒子就工程生退了 繼續拆 來這個手沖壺齁 其實他的握把的角度是有點 我們一般的手沖壺都是嘴在這邊 握把在這邊乘一個180度 那這一次他做的是一個120度的設計 其實這個東西我本來蠻有興趣的 只是看到價格突然就沒有興趣了 那剛好廠商說好啦就是看我可憐 買不起新品所以就送了一個樣品給我 好不好 那我其實對他有興趣的一點是因為 有時候啊我們在吧台久了其實在沖咖啡啊 我是習慣讓壺嘴在我的直角方向 就是我的右邊90度的方向 可是如果是一般的手沖壺 我的手要拿這樣子去沖 那其實 不管是不是在這一個桌子 這樣子的姿勢操作 其實在吧台裡面操作 有時候也會覺得 可能會去撞到旁邊的同事啊 那如果說有一個角度可以不用 伸那麼開的手沖壺 其實我是還蠻想試看看的 可是之前有一個算是一個 改良自日本的那種沖茶的 算是極虛弧吧好像是啦 就是它是做垂直的 那一個其實也算是不錯的概念 只是它的握把是做成這樣子 一根直直的凸出來 那凸出來的問題就是在於說 你必須要是站姿才能去好好的使用它 比如說我跟大家示範一下 如果它是凸出來一根 我如果現在這樣子的沖法 我如果坐在這邊 然後在桌子上跟大家開箱 其實我的手必須要拿得非常高 才會好好的控制它 那它比較適合的姿勢 算是我們在吧台裡面操作 站起來 站起來這樣子去握它 會比較好操作 所以其實我就沒有買那個東西 因為其實市面上蠻多的 各種各樣的品牌都有出 那樣類型的產品 那我一直都沒有買 是因為這個原因 因為現在我的工作比較常在 工作室這邊 然後是坐著 坐在一張桌子前沖咖啡給大家 所以我就沒有買那個 那今天這一個呢 其實 我不知道它這個120度的效果好不好 我就是純粹很好奇 然後廠商不小心知道我很好奇 我絕對沒有故意透露 我只是偶爾跟它講一下而已 那它就寄了一個過來給我試用 然後其實我本來 比較想要的是 它這邊是做90度啦 但沒關係啦 人家送的 不用錢了 就不要再計較那麼多 突然想說 要跟大家來詳細講一下 一般以前我們的所沖壺 都是這樣直上直下 那這一次它的蓋子 使用的是這種點點的 就是這邊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 剛好又是120度的設計 然後這裡有一個蒸氣孔 所以其實它的蓋法 它剛剛的說明書是說 我必須要這樣子去蓋下去 蓋下去會比較好蓋 如果你要直上直下 它是會卡住 壓不下去的 所以要這樣子去蓋下去會比較好 那在使用的時候呢 它也不會 會 就是會掀起來 但是因為後面是卡住 所以它就不會掉下來 那另外一個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前幾天直播有跟大家分享的一個東西 是一個新的HARIO V60的組合啦 那這個東西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 它就只是改一個外觀而已 底下的玻璃壺 還是玻璃壺 上面的玻璃濾杯 還是玻璃濾杯 只是它改了不一樣的視覺效果 這邊做成透明的 然後我真的不確定這個靶有沒有改過 只是我一直覺得這種 這種比較脆的塑膠會不會用久了 很容易你這樣拿它就斷了 我不太確定 我只是拿到 然後 想說這次剛好這樣一組的主題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我們今天把它們全部都拿出來 喔 這一組裡面有附濾紙 昨天有看到 然後 跟大家講一下這樣子 那我們等一下就把它拿去沖一沖 然後直接來使用它 好 那我們今天用的是5月14號烘的豆子 到現在大概過了20天 那這個是伊索比亞的陶可可 我留下來當樣品的 今天我想要多沖一點 因為難得拿了一個比較大的濾杯出來嘛 我想說等一下剛好要挑豆子 所以順便多沖一些等一下可以喝 就來沖個 30公克好了 30公克 然後現在是31公克啦 預計沖個400cc 這樣子等一下我 一邊挑豆子如果口渴了 或是想睡覺了 還有可以喝咖啡的時候 其實算是幸福工作啦 那我們今天 嗯 一般來說啊 我個人認為你要沖比較多的咖啡 然後 是它的整體的萃取時間會拉長 所以我也不會刻意去調整它的粗細 就是我這一支我的手沖大部分都用8 好 那我們現在來把裡面的一些水倒掉 其實很多人會忽略到這個 洗完之後裡面還是會有一些水 那有時候你的殘餘的水如果比較多的話 其實是會影響你的咖啡的風味 那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它底下的這個支架 它就沒有做出來 但是它有做了一些條紋 我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可能是要讓它有一點凹凸感 不會說你放上去一個不小心它整個就密封了 可是 它前面有這個流嘴啦 我是覺得怎麼樣都不太可能密封 除非你是用馬克杯之類的 那今天的濾紙呢 我使用的就是山羊的麻纖維濾 所以我比較習慣的一個濾紙 然後折的時候一樣 HARI有系列都要多折一些角度進來 它進去會比較服貼一點 那我就去拿個熱水 馬上回來 好 那我們今天一樣 直接把熱水煮好 全部倒進去 我在猜測這一隻虎做這個型 應該是要給一些家用 可能是要放電磁爐 日本的一些 比較沒有辦法有廚房的家庭 可能會需要這樣子的設計 我猜 我猜 好 那我們 因為剛剛是直接煮滾的水 讓它在這邊 稍微等一下 稍微降溫一下 大概會回到92、93度左右 然後 把今天要煮的豆子丟進去 一般來說 淺烘焙的豆子啊 尤其是爺家雪菲 水洗的話 它比較容易會塞住 所以其實 注水的時候 你要特別去小心說 它的銀皮會不會附著在你的濾紙上面有一圈 那如果有的話 其實你要利用一些注水的方式去 適當的去擾動它 就是讓它盡量 塞住的時候 加大你的注水力道 把整個銀皮沖起來 那它的流速就會變得更順暢一點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始來沖 預計沖到400公克的熱水 我調一下我的椅子高度好了 因為其實 這整個加上電子秤 我幾乎看不到裡面 悶蒸預計給個30多一點點這樣子 好 其實 以我現在這個角度來說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剛剛又把桌子給調高 所以 比較不太適應 但是其實大家要知道一點 就是我現在使用的這種姿勢 在沖咖啡裡面是非常的詭異的 因為 一般來說 大家比較喜歡站著沖 因為你整個姿勢會比較順一點 那沒辦法嘛 我們要拍影片 好 那其實我沖到現在 大概100了 我已經大概知道這個東西的問題在哪裡了 我現在換個姿勢 我站起來沖看看 看它站的時候 會不會有什麼不一樣的 使用的感受 あー 好 好 有人 好那第二階段的主要駐水 我給到200公克 就是第一階段我在100的時候停 那現在我是在300的時候停 好繼續 最後一次 把他100全部沖完 好 總共399.6 還OK 還蠻好抓他的那個斷水的 那這一支弧呢其實 我剛剛在使用的時候有發現一點就是說 我們在使用的時候啊 一般來說我自己是習慣拿比較 緊湊型的弧 比如說像是我之前在用的 比如說像是這一種弧 那這一種弧其實你的手持的地方 離他的最重的地方非常的近 所以你在使用的時候對於你的 手的負擔是比較小的 那這種弧呢其實我覺得他最大的問題就是在於 他做了這個握把的形狀 會變成說 你如果握這樣 那整個重量壓在這邊 他其實離你的手腕非常的遠 那你要去操作的時候其實負擔會稍微大一點 認真說負擔會稍微大一點 因為大家知道槓桿原理嘛 這樣子的距離 然後一樣的重量 這樣子的距離 會比較輕鬆 那這樣子的距離其實就會比較累 槓桿原理 其實大家有時候都聽老師亂講話 說什麼 現在學一學 以後出社會不會用 但是有幾項東西是不會變的 槓桿原理幾乎你生活每一天都會用到啦 所以其實我覺得 這一支弧他的設計上 我認為他為了要做成這個型 這個T型 這個好像是Hari有近幾年來 非常喜歡的手沖壺的形狀 那他導致你的握把必須要設計得非常開 那這樣子對於手腕的負擔算是非常大的 尤其是對於一個咖啡師來說 其實很多人都會覺得說職人 職人就是要做到一些普通人做不到的 但是我覺得其實如果有一間廠商 他可以去好好的正視這些 業者職人工匠這些人的使用的一些感受 那降低他們的職業災害的風險 其實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那一直以來我非常不喜歡Hario的手沖壺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不管他的雲朵壺啊 或者是其他的系列 只要是最近出的東西 他都很喜歡把手沖壺做成這個樣子 那使用起來呢其實 就 我沒有很喜歡 老實說我沒有很喜歡 那整體的操作我剛剛其實一直以為 他做了這一個 120度的設計可以讓我的手更夾進來一點 整體的 施力的這個過程呢 不要離我的身體太遠 然後讓我的手臂更輕鬆 可是我剛剛在使用的整個體驗之下 我其實覺得用這一支湖非常的累 我不知道是哪裡累啦 但是就覺得用起來非常的不舒服 可能是我其他的湖拿習慣了 對那其實以整個科學的角度來說 我真的是覺得你讓我的手壓在這個地方 不要跑這麼遠 真的是一個比較好的設計 對於你的整個手腕的設計會是比較好的 那 最近還有出了一些就是乾脆連握把都沒了 然後整個這個弧身包著一個 矽膠隔熱墊 然後讓你手這樣抓著去倒 其實 我覺得這種設計非常的不錯啦 因為他可以讓你的整個 連接的地方 連接點變少 你不用透過一個這個 然後連接到這裡再去操作 其實我覺得那個構思是不錯的 只是 對於營業用的角度來說 你如果一次要沖個五六杯 或者是生意比較好的一次要沖個十杯 那個隔熱套就變得比較重要一點 所以其實一般的家用沒有問題 只是營業用我不太會推薦使用那種 這種給握持的 對但是 說不定有很好的隔熱材質也不一定啦 那我們 還是要來喝看看這個 好不好喝嘛 雖然說一樣是一個 V60濾杯 我個人是覺得他跟平常的V60的玻璃版本濾杯 所以沒有什麼不一樣啦 但是 手沖壺說不定換了一個很貴的手沖壺 我們心情好一點 好 然後順帶說一下 我比較喜歡這種 平面的設計 我不喜歡雲朵壺的設計 因為 我們台南水購很多 水的那個 裡面的礦物質含量很高 好 那個雲朵壺啊 其實到最後一圈一圈上面 都會卡很多水垢 所以我沒有很喜歡那個 好 其實 喝的時候 因為我今天試的是比較 不是我平常會使用的粉量跟水量 所以 喝的時候會有一點差異 喝起來的酸感會稍微提升一點 那大家如果透過另外一台相機的那個鏡位可以看到 我在使用這個壺的時候 其實使用起來沒有到很順手 不管是坐著還是站著 所以我會覺得說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 已經擁有很多咖啡器材的朋友的話 你要去買這個壺呢 其實你第一個要去 考慮的應該是 他會改變你以往所有的咖啡器材的使用習慣 那第二個就是 我認為 他沒有 沒有做到保護使用者的手腕這件事 我真的不覺得一個專業的咖啡職人 是必須要忍受著職業災害的風險 去好好的練習使用手腕壺 我覺得他應該是 一個正確的職人 他應該是要學會 什麼樣的器材可以好好的保護你自己的身體 把你的身體照顧好 算是對你的消費者的最大的尊重 所以我非常不喜歡 那種忍受疼痛忍受不方便 然後去讓自己 適應一個器材的一個理念 這個是我完全不認同的 我覺得好好保護你自己的身體 真的是很重要 所以其實 這個壺呢 基本上他可能是做了一個創新吧 只是 我真的很想跟Hario說 你們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不要再固執的 使用這個壺的造型 那如果你真的要 你可不可以把這個握把 改成一個 讓我可以比較 要離重心比較近的一個設計 我覺得 這一點 是我到目前為止 兩家比較有名的溫控壺 Burista 跟Fello 兩個手沖壺 我都沒有買的原因 因為他們的握把其實也是離 壺聲非常的非常的遠 然後更何況 因為它需要溫控壺 它必須要在底下再加一個加熱的系統 所以 我個人認為它用久了真的是 對手腕的負擔會比較大 所以我 還是 覺得這種壺比較好用 不管是貴的還是便宜的 我個人是這樣子認為 那如果說你現在是一個 剛在考慮要 買這些 咖啡器材的朋友 你可以聽看看我的意見 那你也可以在 有一些店家他可以提供四拿 你請他裝一些水 然後讓你拿看看 每一個壺都裝一樣的水量 你去拿看看 你就會懂我在說什麼 那今天這個 影片就是提供大家做一個分享啦 雖然說這個都是廠商提供給我的 但是 實話實說嘛 實話實說 我覺得是最簡單的方法 我不用以後 面對很多人的質疑 我還要再編很多藉口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這是我使用這些器材的一個小小的心得 我們下次見 掰掰